受到了连日高温的影响 华林县着西乡的栗山村 山里 以及栗山部落检疫自来水水源吃井 部落检疫自来水委员会特别限水 同时也呼吁居民要节约用水 受到连日高温影响 华林县着西乡栗山村的山里 栗山部落检疫自来水源吃井 部落检疫自来水委员会特别限水 并且也呼吁居民要节约用水 因为水源头都干旱 连续一个多月都没有下雨 现在都连他们下面的坟墓那边的水源也不够 种菜的养鸡的那些都呱呱叫 早上开水一直到晚上八点关水 还是一样的水位也是很少 栗山村山里跟栗山部落 因为受到连日高温以及久未下雨 检疫自来水的水源大量减少造成居民的用水吃井 要等上天下雨来了 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只能说这个喝一点就好了 为了让部落持有水可以用 部落检疫水特别进行限水 每天的晚间九点关水 早上六点开水 希望在限水期间能够让蓄水池除水 在用水吃井的情况下 管委会希望居民供体时间节约用水 同时请有关单位来协助解决 让部落居民用水无余 记者高双双佐西香采访报道